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讲香港人今天的处境 他们的处境绝对是过去所没有想到的 所以我从六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大家众所周知 邓小平在80年代和90年代就确立了一国两制的方程 一国两制的政策其实是比较好的 香港人民也希望享受着一国两制的曙光 然后到大陆来经商 回去以后享受着自盟主义自由的制度 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 但是这个体制很快就被习近平上台以后 逐渐废除了 包括占中条例,包括对送中条例 总确实说是这样的 习近平出台了好多这种怪的东西 我们都差不多不容易记住了 所以说包括去年送中条例 以及这次的香港国安法都确确实实的 把香港人民处于监督之下 第二个我们谈香港人民确确实实是一个自由的民族 我和中国几个高官也谈过 我说那你觉得哪个地方中国人的素质是最高的 他们说首推香港 香港人是仍旧素质最高的 且不说香港人的普通教育平均教育都在大专以上的平均水平 第二香港的人均收入接近五万美元 这也是很好的 第三整个香港人来说 一般会讲三种语言 第一种英语 英语是官方语言 第二种呢汉语 第三种呢广东话 所以说相当于只讲这三种语言 当然有些呢更加充色 讲西班牙语讲其他的 这个香港呢是世界第三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即纽纽约和罗东之后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 一度时期呢 金融贸易额其实超过了伦敦 所以说香港是个好地方 确实是中国的东方之珠 但是就是这个国安法呢 让这个香港人呢 确确实实是不少了一把 我们知道最多的时候呢 有100多万人上街抗议游行 但是中共已经不管它那个了 依然决然地派军队去镇压 让大陆的这广东地区的人呢 会讲广东话的 穿上这个军队脱掉军装 穿上这个香港警察的衣服 甚至香港流氓的衣服 去哄在队伍里边 跟香港人抗议的人呢 作对 这中间呢出现了许多悲剧 大家想看的话 从过去几年的媒体中都可以看得到 那现在香港人呢 处于一种极其不安全之下 极其的在街路的这种难受之下 所以说我们就纵观大陆来说 大陆的人呢 好多人都是对香港暴力同情的 但是习近平呢 突然前年下了命令 去年的执行 不许大陆人谈论香港 就连香港这两个字都不让谈论 所以说爷哥隔裂开了 大陆有良知的人和香港的人 更把香港的人呢 想到要抓在铁笼子里边了 那我们知道呢 香港过去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促成了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 而且香港人呢 我亲自去香港的时候 我就做市场调研嘛 我和出租车司机问他聊天 那走的过程中聊了几句 你们觉得是英国人在这统治的时候好 还是中国共产党在这统治的好啊 这是前年的事情 这个香港人立即告诉我说 当然是英国人统治的时候好 现在中国这个大陆的腐败 也传到了我们香港 而且官员们也变腐败了 而且这个对香港统治这么严格 就是耶克不是耶格了 所以说让我们很难受 那我们知道出租司机的 每天接触好多人吧 他们是反映了好多人在车谈论时候的心声 所以说是有代表性意义的 那我们觉得呢 香港现在呢 老百姓只有两种出路 第一种出路呢 你或者不说话 对政治呢 不发表意见 歌功颂德 或者是你从此不说话就行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他还能在香港从活下去 第二种做法呢 就是移民 移到其他地方去 良情则目而其 良成则主而是 选择一个好的地方 现在呢 英国本土乐意接收 香港移民 美国也乐意接收 当然香港的护照呢 有一个巨大的好处是 130多个国家 都是免签证的 所以香港人这时候呢 36G走为上策 什么情况下可以回来呢 只有中国共产党 在大陆的统治结束了 在香港统治结束了 那这时候再可以继续回来 来从事自己的事业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共产党统治情况下呢 香港的机会 商业机会 也会变得越来越少 香港人民呢 处于这种非常难受的状态下 那我们回顾刚才的主题 这种处境 香港人过去想到了吗 没有想到 我们纵观美国纽约的移民 和隆东的移民呢 香港人去的还是少的 他们热爱香港 他们希望香港呢 人工收入也好 包括生活水平也好 是比大陆要强几个台阶的 而且和欧美呢 没有不下上下 所以说呢 香港人过去是酷爱香港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没想到 出来一种力量 就是中国共产党呢 废弃了当时 这个 邓小平确定的一国两制法征 特别是这个 国安法 其实就是公然背叛了 一国两制 让一国两制呢 成为一句废话和谎言 所以说呢 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东西呢 是两样 两杆子 第一个叫枪杆子 这就是处处都使用武力 暴力来统治 第二是笔杆子 这就是谎言 谎言和暴力 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武器 他使用这两把武器呢 统治着中国人民 也统治着香港人民 这时候呢 就让旁边的台湾人觉醒了 所以说台湾人 断然拒绝了一国两制 而且把提出一国两制 思想的这个韩国瑜 也给废除了 就在昨天晚上 韩国瑜呢 必罢除了这个高雄市市长的职务 当然在这之前的 前半年 他就落选了这个台湾的总统 所以说纵观 当起来说 我们要对共产党 有个清醒的认识 共产主义 那就是一种无统包 就是一种暴力 就是一种谎言 在这种情况下呢 虽然他当前的经济势力 略占上风 超过就是在美国和美国竞争中呢 国势有往上走的趋势 但是他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坏事来 不知道怎样会残害他的人民 他是拜他的人民的 在中国呢 现在形成了两个阶层 一个是官僚贵族阶层 就像印度的种姓制度 婆罗蒙一样 高高在上 而且看不起下边 其次下边 那么下边呢 变成了鼠陀螺和废蛇 这些人呢 一无所有 穷的想买个摊都不让买 所以说中国的国情就是如此 但是我们相信 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化之中 大约我们相信 地下的这个野交的涌动 能推翻这座火山 能把这个自由和民主的空气呢 能带到大陆 也让香港人民呢 充奉享受自由民主的曙光 好 谢谢大家